当你学会了中信辉的创建步骤 还是用不好中信辉 不会刷光影 到底该怎么办 注意一下三点 新手也能轻松掌握中信辉 笔记放在结尾啦 记得点赞收藏保存号 第一 修霞去脏 它是中信辉修图的第一步 在这里需要调节两个点 首先是画布视图 在使用中信辉修图的过程中 不同的视图状态下 看到的瑕疵脏点也是不一样的 当你把画布放得特别大 你能看到的都是小面积的瑕疵与脏点 画布缩小之后 你看到的就是大面积的脏点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不同的视图状态下 把宏观与微观的瑕疵与脏点去除 所以在使用中信辉修霞去脏的时候 要不断的切换你的视图大小 观察整个画面 注意画笔的力度 不能一味的放大视图 修复了小的瑕疵 产生了大的脏块 其次是曲线观察层 那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怎样才能更好的发现脏点 去除脏点呢 这个时候就要调节曲线观察层了 当我们修复亮部的时候 需要压暗曲线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加一根S型的曲线 做对比凸显瑕疵 所以在修图的过程中 曲线观察层要不断的调整 从而更好的观察脏点 接下来演示一下修夹去脏 第二 光影过度 瑕疵修复和光影过度要同时进行 做光影过度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分析光从哪里过来 受光面和背光面是哪部分 面部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是新手 实在不清楚光从哪里过来 此时可以把曲线压到最暗 画面中最亮的这些点 就是受光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什么是过度 这里有两个黑白色块 它们是独立的 没有过度 如果变成由黑到白的渐变 这个过度就是平滑的过度 回到案例中 亮部和暗部过度比较突兀 为了让它们有一个平滑的过度 我们可以在亮部和暗部之间 用黑色的画笔刷一些灰面 与此同时也可以稍微提亮一点暗部 让它显得没有那么突兀 第三 结构塑造 当然在修夹去脏过度光影的时候 我们也要同时进行面部的结构塑造 这里要注意一个点 不管是过度光影 还是塑造结构 都必须在原有的影调基础上进行 比如眼睛 它是一个球体 那我们就要在眼窝部位压暗 稍微提亮亮部 上眼皮对眼球有一个投影 也要将投影绘制出来 根据模特面部的结构与光影走向 深入的刻画塑造结构的立体感 让五官更立体 结构更饱满 焕发出内在的精神力量 笔记凤上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点赞关注星星老师 请加练习 你也可以的哦